哈喽,亮仔又来和大家聊天了 那其实现在呢,在15到20万元的插广SUV 竞争真的非常激烈 吉林银和L7马上要上市 哈佛销龙MAX已经上市了 那在这个价位的还有送Pro DMI 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这款车型 星图、追风、PHEV 和这些车型相比,有什么竞争优势呢 今天呢,我要和大家介绍的 星图、追风、PHEV 来自技术奇瑞 那这款车型已经上市了 推出两个车型版本 分别售价是15.28 16.28万元 它正好卡在了15到17万元区间 同时,插广SUV现在是免购失税的 所以说这款车落地也就是17万冒件 星图、追风、PHEV呢 紧凑型的插广SUV 车身尺寸并不算非常大 那它的竞争对手呢 Song Pro插混 哈佛、骁龙MAX、银和L7 这些车型,车身尺寸都比它大 但是呢,这些款车型的插混系统 和它还是有点区别的 比如说,在这个价位里刚才提到的 它们的发动机都是1.5自吸的 那么追风、PHEV发动机部分呢 是1.5T涡轮增压的混动专用发动机 那在这个高速行驶上 这款车它的动力储备 当然就会非常足了 这个就是它的竞争优势之一 那除了发动机代替 追风、PHEV还有什么优势呢 那咱们就先来看看外观 需要提到的就是 追风、PHEV它采用同级别唯一的 矩阵式大灯 那这个灯看上去科技感也是非常强的 第二点呢,我认为就是这个贯穿式尾灯了 细长条搭配两侧熏黑的灯组 我个人认为是追风、PHEV车尾最好看的地方 同时也是外观最好看的地方 那第三点需要跟大家提到的就是 追风、PHEV还是同级别车型之中 唯一搭配一脚踹的车型 那在一些特定的生活场景中呢 追风、PHEV还支持对外放电功能 最大功率支持3.3000瓦 火锅炉、烤炉、咖啡机等等 基本全都涵盖了 除此之外呢 这款车型为了我们补能方便 还提供了直流、交流两种充电方式 内饰能主要跟大家说三点 第一点呢,就是这款车的方向盘造型 真的很独特啊 他们官方称是飞式的方向盘 还真的是印象点很深 第二点呢 就是这款车它带有一个50瓦的无线充电板 让我们忘记那些可有可无的无线充电功能吧 这个无线充才是真的无线充 那第三点呢 这套车机系统采用了8155芯片 而且它的生态做得非常好 采用的是LINE雄师智云5.0系统 比如像KTV、小游戏 还有车家智能互联等等这些应用 现在都集成在系统内了 非常的智能 这套座舱在搭配索尼品牌的音响和8155芯片 让这款车它智能座舱的水平真的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那追风PHEV所搭载的是1.5T混动装用的发动机 仅发动机的这部分参数就要比它的竞品要高一些 所以这套动力总成的综合输出功率达到了240千万 综合最大输出扭矩达到了545牛米 还是挺恐怖的一个数据 百公里加速7秒 那这一次厂家特意让我们走了高速和平骨的山路 为什么呢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测试这台车在高速上的行驶稳定性 和它的后端的动力储备 以及山路间需要频繁的上坡下坡制动加速这些时候 那它的连到动力总成会不会有延迟 动力源的切换会不会有一些顿挫呢 他们敢这么设计 当然是没有这些问题 尤其是它这个三档变速箱是不会有这种顿挫的情况的 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 所以现在呢 我来跟大家说说我的感受 第一点呢 就是它的高速的行驶稳定性特别好 而且在不同的速度区间 它动力的动力源很智能 发动机 P1电机 P2电机 每一个动力源都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而且整个过程基本无感 也就是说它切换的时候我们是没有感觉的 在你去试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特别细心的去甄别它各个工况下 到底是谁在工作 那其实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 我们不用纠结这个 我们只用知道它很聪明 那就够了 第二 在三动间驾驶的时候 发动机该出手的时候 它也会被系统甄别的很聪明 不会出现大家一块开始打架的这种情况 但是需要我们急加速上坡的时候 大家还是会一块干活 很有序 而且动力间的切换基本上是无缝衔接的 回到咱们开篇讲过的 追风PHEV到底有什么优势 首先这款车型是1.5T加双电机的插混 其他的竞品车型都是1.5自锡加电机的插混 这个是它的优势之一 除了这些呢 我认为也至少有两点是它的优势 第一 我觉得是品牌 胸壶之余奇瑞集团 就好像奥迪之余大众一样 都是高端豪华的品牌 虽然说我们整体的架构可能有部分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真正的剩下那40%或者说甚至50%的用量是完全不一样的 做工要明显不一样 它的细腻程度明显也要不一样 豪华程度当然也不一样 我认为追风PHEV它是有一定的品牌溢架在的 实际体验上呢 我也是这种感觉 另外一点呢 就是这款车型它的这套动力总乘的得心应手程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成熟 而且无论是低速中速高速 它在各种情况下 各个动力源之间的配合真的是亲密无间 大家都是该出手时我就出手啊 那不该出手的时候我就歇着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它的这款车型正是因为它的车身尺寸并不是很大 反而给它的灵活度提高了不少 正是因为这一点呢 让它的可玩性又非常的高 我认为它的优势 我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你认为它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修图追风PHEV和它的竞品摆在一起 它到底算不算亮眼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咱们下回再聊